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归宜,我已所行四等善,为力众生愿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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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因为前站时间比较难一点嘛,就是二弟跟四弟的这样子来讲,很凶说,有可能要大家再把比较深入进去的, 或者去探讨我来,我没有先我们复习,或者先来回答,有可能大家比较辛苦一点。 现在到了三宝,跟后面来讲的话,只要大家可以先自己复习,我想说让大家自己复习。 因为这个有什么差别的,是什么,是如果我来复习的话,等于是我来回答, 大家只在听我备书一样而已,自己没有思维过,自己没有去想,自己没有, 因为我们以前,我们老师也跟我们解释说,为什么说去变经厂啊,去学, 或者他说就不要在那边观看,或者就是要讲,或者就是要回答, 只有这两个东西,没有第三个说好像旁边看人家变得怎么样。 同样,如果我在这边讲的话,等于是说只是在跟大家目前在, 好像是在重复一遍和听一遍的话,大家有可能, 都还不知道说, 他的思维,自己所要做的思维,和自己说纵使思维到了,懂了这个意思, 可是要,又要有办法的把自己的疑惑,或自己所了解的,描述给别人家, 给另外一者听,让他们听得懂,而知道的话呢,是另外一,还是另外一层的, 这个才算到真的懂,那可以你,以前我们那边就是说, 哦,所谓的真正懂是什么,是你有办法,把你内心所了知的,所体会的, 你可以用文字,描述得出来的话呢,把很难的东西, 描述越来越简单,越来越懂的话呢,这才算懂, 而你开始,你越把,你把容易的东西讲到很悬, 很难,听不懂的话呢,这不是懂,这个是我们说, 这个是,只是把角局了,应该是要用, 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了,用很简单的东西, 都可以用来批语来带的话,这才是办法, 慢慢一一带军,他想说,我们再一两次,两三次,一次, 我们再一次把它,大量的,有什么都问题, 看当然,我们还每一次,每一次上课前, 会有一个大概十五分钟,二十分钟来, 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说,我们试试看这样子, 大家会不会对经书啊,对思维啊, 这样有比较,比较好的来去看, 看我们上次,应该,略略的做一个复习之后呢, 我们是从四地,进入到二地,开始进入到三宝的介绍, 看从在介绍三宝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说他从五个角度,或者五个科判, 去分类进去,就是说,三宝的义去,三宝的本质, 合为圣义的,应该是合为圣义,合为世俗, 合为果,合为因的这种的皈依, 这些分类来做呢, 第四说什么呢,就是说, 以来讲的话说,宝的意思是什么, 为什么叫三宝,为什么叫三皈依, 佛这个词叫什么, 这意思是什么,法的意思是什么, 生的意思,生且的意思是什么意思,等等等等, 去透由声音上的意思, 而回想到,或者回忆起这边的, 这个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这一刻, 而第五就是说, 那这以上的对三宝, 皈依, 所皈依的对象去了知之后呢, 那应如何去诡异吗, 应如何去诡异而去做这分这五个课判的话呢, 那我们上个礼拜是, 先略略的介绍到, 什么呢,我们开始介绍说三宝的义区为何, 他介绍说什么义区, 他现在是从, 我们上个礼拜介绍什么, 他是从三秤嘛, 三秤的角度, 跟以说他的, 应该说修行的方向来去做的话呢, 这个, 我们用这个方法, 应该说这两个方法, 或者这两个角度而去分出三宝, 可是我们还没讲完, 是想说这个礼拜, 再从归一的义区, 他是用什么角度去说, 为什么要分出三归一, 和我们还要再加上, 我记得我们大家跟大家讲说, 这一段的话, 因为也很重要是说, 很多人有错误的理解嘛, 我们上次跟说, 对藏传佛法说, 为什么有人说, 有什么四归一啊, 或者这个四归一的义区是什么, 还了解的话呢, 大概就知道说, 这个的义区在哪里了, 我们还没有下去之前, 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什么一些的问题, 如果有没有问题, 但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慢慢下去了, 对啊, 第一是说, 像我们说, 苦及灭到的苦, 是, 为什么我们好像感觉说, 感觉不出来那种, 好像有苦想要出离心, 那我们如果说, 要去学这个苦的话, 是说, 要去經歷去經歷去感受呢 還是用思維的方法去了解 第一個問題喔 第二個問題是說 不是法師你14歲出家的時候 你那時候有感覺說這個世間很苦嘛 為什麼你要出家 那為什麼 哈哈哈哈哈哈 好 好 第一個問題來講的話 你不用刻意的去經歷 這個是我們 你不用刻意的去尋找苦 不用刻意去尋找苦 我說 說實話來講的話 我不知道大家啦 那我的話是每一天都已經被我這個苦所逼腦的 已經不能再逼了 這就是 我們來講說什麼 以前我們常常 跟自己的一個用 用入行論來講的話 說什麼 是說 我們常常追求好像說一切是要百分之百完美啊圓滿的 可是說是 在入行論裡面就想說本來這個就是已經是輪迴了 輪迴當中就已經就是沒有圓滿了 那已經就是苦的來源就已經產生了 所以追求是 追求的一個是好像認為要到圓滿的事情呢 可是你在一個輪迴的現實裡面當中呢 就沒有所謂的 圓滿了 也不可能是所謂的 它一定是有變化來講的話呢 我們這個苦是只是 以苦極滅到 士迪剛剛問的這個 這個苦來講的話呢 我們不用去特別的去尋找 我說用我們是以我為首的那樣子來講 我說我不用去刻意去尋找 可是我是沒有認知 我把何為樂 何為樂音 反而看著說這個不知道 也沒有去運用這個方法 而把顛倒的把 是苦的東西我認為是樂的 而去尋找他與他的影 這個是剛好 例如說什麼 那當然 因為我們聽到苦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想法就是想到說是 苦苦了 我們只會 一般的人認為說 苦這個詞只在指什麼呢 就只是在指苦苦的話呢 而這是以前再來講的話呢 也是第一層的 可是這是什麼呢 這是跟畜生是一樣的 或者所有一切眾生都是一樣的 這沒有到我們身為人啊 或者去認識四弟的特徵 為什麼你看我說 你去打一個畜生啊 或者不要說別的 你看我們說 你看我說我們去 像如果有看到蟑螂 我想辦法去抓他的時候呢 他是不是自然就想跑掉了 因為他知道有東西要來危害他了嗎 他知道他危害 但是他說他一定要離開這個苦 他知道這個是會來的苦苦 他已經認知到 不用任何的思維 他就知道這種東西來講的話呢 這個是當然是我們要去除的苦 可是他不是在這邊 視力所要認知的 而同樣 那壞苦呢 我們是不是 這個是一般 普遍我們追求的 都是什麼都是所謂的壞苦了 我追求 比如說今天可以睡久一點點 今天可以吃飽一點點 今天可以去走遠一點點 剛開始是很舒服 可是你看睡到過頭了 睡了12個小時之後 哇起來那個身心中全部都是 那同溫腦脹的 全部都是變成說 那個樂壽變成沒有了嗎 完全沒有了 或者比如說什麼 假設我說我去泡溫泉 泡得很舒服 你泡泡泡泡了過了一個小時之後 是不是想要覺得 這是很大的負擔呢 可是這也不用我們刻意的思維 或者是在輪迴來講到 很多人就知道嘛 從一般看來就說 對對對 這會帶來不好的副作用 或者你看我說 以前我說什麼 我說我喝可樂 很多人很愛喝這個樂趣啊 或者很多人說什麼 不一定是我可樂 他說喝那種酒啊 我們不喝酒的人就看來 你是不是傻啊 又浪費錢 又傷肝 沒有代表任何的好處 可是愛酒的人 你看每一天都可以喝的那種 爛醉 他還是追求嘛 把所有的時間 體力 金錢就賠在這上面了 這個來講的話呢 那我們不喜歡那種 我們就認知這個時候呢 我們知道這個叫壞苦嗎 雖然是一種樂壽 他也是 身在身體上一個樂壽 生起來呢 可是他覺得說這個是 他還是追求 可是我們從另外一個 更清楚的角度 就是說這叫壞苦 它是會變的嘛 不是我們真的一個 真正的樂的來講 而最難認識的這個苦是什麼呢 而是這個行苦了 這個行苦來講是什麼呢 就是說 就說我不自主讓我再去造作這個 沒有自主的 逼使我再去犯錯 或逼使我在這裡面 必須要再去造作往下生 再從頭開始來的 這就是什麼呢 就是我的身 我的心 這一切來講的話呢 都可以說是什麼的話呢 這就是所謂的叫 我們一般講說 叫所謂的辛苦了 就是由業跟煩惱不自主而產生的 被束縛的話是這個了 所以我們一般你說 我們一定要親身體會才有的話呢 那我來講的話 從第一個角度來講說 我們不用去尋找了 這個是我們 你輪回當中來講的話呢 它自然而然就會 這種酸甜苦辣 你都要經過了 有肉的、樂、苦受 更何況是辛苦 辛苦是如影隨行的 我在哪裡 我的這個辛苦 就跟著我來了那樣子 可是呢 只是我們沒有認知到了 可是第二層來講的話呢 我說 要斷除這個苦是 自己要親身體驗 才可以看到它的話呢 又是不一樣了 我說你看嘛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你看 人家說吃這個毒會死亡 會帶來苦受的話呢 你一定要自己吃到這個苦 或者吃到這個毒 你才有辦法說 對這個毒我不能碰嗎 也不一定嘛 對不對 是透由別人 你自己從來沒有嘗過這個毒 可是因為人家說 這個是毒 毒藥你不要碰 你吃這個會死人的話呢 對我們要對這個毒要厭離 不要碰的時候呢 沒有一個人說 我先要嘗到毒 我再嘗到厭離 因為我碰到我 因為真的我說 我們在台灣這個地方 學法是非常的幸福 我前幾天在大陸 他們就說 你們現在的時候呢 你們這些生人啊 都是過時了 因為你們什麼 就剛剛後面第二個問題來講說 你們都年輕出家 你們從來沒有結婚過 沒有生子的話呢 你們沒有資格 或者你不知道這個 有子女的苦 或者怎麼樣來講這樣子 就例如 他還舉什麼例子 他說你看例如什麼 佛陀是29歲才出家的 所以他這個 酸甜苦辣都經歷過了 所以他還是怎樣這樣子 那我說 是這樣子啊 可是我說 比如說很多東西來講的話 你看你說這個機器 你會剁到你的手指 你不要去玩那個機器 你不要去玩這個刀 你要不要等到說 好你先嘗到 這個機器的斷手斷腳的苦受 你才要每個人要厭離嗎 才要出離嗎 那同樣的話呢 我說為什麼 每一個一一一的苦受 你要厭離的話 你都要自己親身經歷的話呢 那苦是永無止盡的 永遠也不會處理了 永遠也沒辦法處理了 而唯一的去認知是什麼 是說從他的因 他的法則 你看我說 剛剛講的那個手會斷的這樣 你看鐵 這個鐵是立的嘛 如果我這樣子脆弱的皮膚 去碰上去呢 只有一個 只有幾個果爆會發生 或者會流血 或者會斷骨頭 或者會把它切斷 截肢 這個道理我知道之後呢 雖然我沒有到 我說我的手不能碰 我這個沒有戒指 可是我知道說 我不要後面那個斷手 斷腳的這個結 我就不要去碰了嘛 我就已經厭離了 遠離了 同樣 我們這邊來講說 所有的苦受 因為苦是無量無邊嘛 你算不清楚了 來講的話呢 雖然沒有辦法 一一一一一 或者雖然我沒有一一一的經歷呢 可是這一切的來源 是不是都是由 夜煩惱無名 夜煩惱無名的 這個法則來講的話 這個一了解的話呢 雖然這苦 我還沒有產生 還沒有感受的時候呢 不代表說 我沒辦法生成一夜 你因為知道說 有這個因 這個果就會產生了 我先已經看到的時候 我就這樣脫離了 所以這個叫說 是從 應該是第一者的 我粗略的回答 第二个来讲的话 我说我那么小出家来讲的话 我为什么会出家 我说有出离的话呢 我说之后 或者说想不想要出家的话呢 刚开始来我跟我妈说 她说我是感觉 我说我记得我那时候是 没有我是只有什么想法 我说我要回来参加一个 夏令仪或一个东立仪 因为我的母亲 她是什么从我很小 就每一个 所有的放假 我的周末 我的什么都去送去 什么寺院的营队 什么夏天的营队也送 冬天的营队也送 比如说什么 只要有一个 放长一点的假 就去当什么营队了 所以那个想法的时候 我记得我有可能 我自己也忘记了 可是我说 我记得是 那时候的想法是什么 就是说 我要回来参加一个营队 就是回来 可是我记得那时候 比较好玩是什么 是 我妈帮我 打包一大包的行李 我想说 我只要回去一个礼拜 你帮我打包 那么大干嘛 那样子 所以我就回来 那时候要 因为我们一下飞机 一下飞机 他们就有人来接我 然后就直接把我送到新竹了 所以我根本没看到 那我被拍摔上新竹之后呢 我就看他哭哭啼啼的 好像要离开了 我就进去 我就觉得我是营队 过了一个礼拜之后 可是一到了那个地方 就说 我们那时候 事愿比较严格 他就说 这个营队来讲的话 是录取大概 那时候因为非常非常少 我们大概 参加营队的人 大概就只有 有15个人 而他时候 那规定是说什么 15个人参加之后 所有的人都要送回家 没有一个要留 而是第二批的 再把它 再一一征召 一一的说 你可以回来 可是我到了那一天 那个就说 我们 那个住址就说 我们已经在美国认识了 已经答应了 他可以 我认识他了 从小认识他 他可以留下来 我想说 好 人家都开口说 留下来 那我就试试看嘛 这样子 他就这样 试到之后 过了几个月 五六个月之后 开始我们这一批 有几个要一起剃度的时候 我记得 那时候我也就去问住持说 我能不能 也要住 他说 很好 因为我记得那一天是 刚好 住持他又要回飞于美国 飞回美国 我赶快去房间敲门 第一次是 去他的房间 去住持的房间 他就敲门 我很怕 因为才十四岁的小孩 你看要敲一个 我们一般看不到住持的 这样子 我们说去敲门的时候 他说 你记得他来打包 他说你在干嘛 我说 我知道过一段时间 要提度了 他说我也想要提度 可不可以 他说 我一直等着你说这句话 那样子 我说 看完之后 就那一年的 就是观世音菩萨的 称道日 就是八月份那时候 那时候出家 所以 那时候在幼小的心灵 记得说 感觉好像从 十二月份到八月份 是很长一段时间 可是实际来讲的话 你看 回去想 就才七八个月而已 就出家 前面的 我说真的在世院 台湾世院的 那个三年 我说我对法的认识 应该只是说 可以那种 吃苦耐劳啊 什么来讲的话 比较来讲 因为我们那时候来讲真的 应该一半以上的时间 是在出波这样子 因为世院的人手少 什么 所以我说 在那时候的什么事情 什么大大小小的 出波的事情 我应该都做过这样子 学会很多这边来讲说 很多的事情啊 很多的 这些 就是说 不只是经书 而是做事情的 很多来讲的话 是在 那时候学会的 那时候带来我的 最大的利益是什么 是说对 国文 对中文 因为我说我回来 我要说 写三个字 三个国字都是困难的 而在那边的 花了 前面一年的 应该 不要说一年 前面的 六七个月 七八个月 我们是没有在学国文 那时候是在学 别的学习 可是之后 大概过一年之后 它 全部换了 换 推翻了 就是说 要培养国文 最后的那个两年 是因为把四十五经 背起来 今天虽然 不是很好 也没到说 可以 写诗 或者 大作家 可是呢 国文也没到 插到说 没有办法阅读 解读意思 至少也可以 可是 如果 那时候 没有经历过这一段 的话 我说直接从美国 我直接去印度的话呢 我们以前在美国 他们开玩笑 就说什么 就是等于是像香蕉一样的 那样子 外面是黄色 里面是白的 那样子 一样的 那样子的话 根本是 我记得 我在美国以前 讲国语的话 应该是 就是大家看过 这边常常 台湾回来这种的 说从留美回来的 就是 一句当中里面的 如果有十个字 有七个字 是要讲英文 三个字 想讲国语的 大概我也 大概就是这个程度 大概程度 你说在我十十岁 那个之前 我会 想要 从来没有 我跟大家讲过 我说那时候 想要出家 不是我 什么出离生邪 好像说很神圣 有什么抉择 没有了 我说一般的十四岁的小孩 你去问哪一个有 我说如果有的话 我说 这个应该是在 这个是说夸大了一点 那样子 我说 十四岁的小孩 哪一个是说 我看不过红尘 我要去 什么什么什么 我说 我说我们看过 太多这个例子 我说 你说十四岁的小孩 我说 你要不要看电视 你把它摆在电视里 他就给你好好 他给你看电视而已 没有说什么 看不过红尘的那样子 可是我说什么 我的 应该我的习庆 是什么 是说 在关键的时候 因为这就是业力的时候 在关键的时候 我在不断的时候 我遇到什么 是遇到非常多好老师 我没有什么 自信